皇家千七岁混血女儿尽照曝光迷倒一票粉丝。被封为没有公主病的公主的她,原来私下与爸爸的互动。 皇家千和夏克里的女儿夏天POPLEY因参加某卫视爸爸去哪三被大量内地观众熟知。 节目中由于POPLEY非常温暖礼貌体贴又没有公主病,在广大内地观众中迅速圈粉。 其实,我们知道夏天虽然没有公主病,却是个非常有公主情节的小公主。 近期,POPLEY妈咪皇家千参加一期家居改造节目。 节目中改造的房间是POPLEY的玩具房,家中其他房间也一同曝光。 进门整个家到处可以当镜子用,用力沉不染来形容一点也不畏过。 整体风格是简阅现代风,中规中矩,收纳地方特别多。 请注意左下角是夏天POPLEY的钢琴。 POPLEY小时候皇家千经常亲自指导他弹钢琴,好友爱的画面。 请注意前方高能,电视下面有机关,打开电源,原来是个电壁炉。 据说这是为了一个加拿大的男人,那个特别需要爱与温暖的男人。 夏克里和皇家千的卧室,总统套房及时赶,主持人张大大直接说,这不是酒店吗? 连布局都跟酒店套房一样一样的。 当当当当当,终于到了小公主POPLEY的房间,整体是焚焚的公主风。 夏天最爱睡的就是这个小房子和地板。 里面是他小小的秘密基地。 这是将要改造的玩具房。 皇家千,1973年6月13日出生于台湾,是台湾著名的主持人、歌手、演员。 现在主要在中国内地发展,在综艺节目上,皇家千是主持女王,碰上能力很强,歌唱和演技也很不错的。 夏天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好,既是父女又是朋友,父女俩经常一起搞怪,晒丑照。 从小皇家千就在一个度信基督的家庭里长大,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。 所以父母对她格外的宠爱,而且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教她弹钢琴。 可见其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就已经很好了,所以在教育孩子上,她也很是有一套。 黄家千的老公是加拿大人,两人因为拍戏结石,然后结婚生子。 按理来讲,两人在教育孩子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反差的,但是从夏天的受教育程度来看,完全没有受到中西方教育的影响。 相反还很好地结合了中西方的优点。 夏天不仅学习国外的一些阅理知识,运动还学习到了华人独有的人形世故。 这让我们看到了夏天在中西方文化影响下很好的成长。 而作为演员的夏克力为了这个女儿牺牲了很多拍戏的机会,玩完全全成了一个女儿奴。 现在夏天成了一名小学生,已经美女饭十足了。 从图片就可以看出,这在将来又会是一个大长腿美女,学习成绩也要很好哟。 祝福皇家签女家越来越好。